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使用ChipGPT来快速收集我们所要的关键字 产生文字云的图案 再来配合Photopee和Pessus免费图库进行创作 以往我们要产生像这样文字云的效果的话 其实我们必须要收集很多这些关键字 那么现在透过ChipGPT的话 就可以很轻松的帮我们把这些关键字一次就整理好 让我们可以很快的就进入到建立文字云图案的这个步骤 我们现在进入ChipGPT之后 你可以像这样它帮我们针对想要的AI人工智慧 还有ChipGPT帮我们整理100个关键字 每个单字都使用空白的半型隔开 那关键字的部分使用英文把我们列出来 那你可以看到在下面这边的话呢 它现在就有把我们列出来 可是呢我想要让它不要用这个编号的方式 所以呢我在下方 就请它只能用一个英文单字来列表 而且不要编号 让它在同一个行里面来呈现出来就可以了 那待会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产生出来的文字内容 拿到文字语那边来使用哦 打开CloudWord.com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从WordList的这边告诉它 我要从一个文字里面把这些关键字把它取出来 那你就可以把刚才我们在ChipGPT这边所得到的关键字内容 把它复制起来 拿到这边之后贴上来 这样它就会自动帮我们把它区隔开来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些文字的内容 我们来编辑它 你可以针对这些文字内容重新做修正 也可以导入中文 比如说我想要有一个AI人工智慧 那么它的权重的部分呢 我把它设最重要的 所以我把权重把它设比较高 那AI这个部分也很重要 我把它设为30 你就可以针对想要的关键字把它做一个改变 那你也可以直接指定 我这个关键字就要用什么颜色来呈现 那么好的时候 我们按Apply 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你刚刚所调整的部分呢 它就会很明显的跑出来了 我们的重点就在这边 在预设的部分 它应该是没有把这个Repeat勾起来 所以呢 每个关键字只会出现一次 那你可以把这个打勾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用重复的关键字去填满你所指定的形状 再来呢 你可以来指定它所填满的形状 在这边它的形状其实非常的丰富 除了呢 你所看到的一些图示的部分以外 你也可以直接呢 换成就是一些有颜色的图 那甚至呢你也可以有这个地图 例如说你想到台湾你就打个TW 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台湾 那你可以直接把它变成文字填满 或者甚至呢你自己上传图档都是可以的 那相反的 当然如果你不想要任何形状 你也可以点这个None shape 它就很单纯的就是填满一个巨型 这样也可以 另外呢在文字的方向上 它也提供非常多元的选择 你可以直接变水平的 垂直的 那也可以水平垂直都有 或者是它后面有这个随机的 通通都可以 此外呢在颜色的部分 可以有单色漸层 那么这边还有一个Mass 就是我们这个形状的颜色 我目前是选择透明的 所以呢如果说把它的形状画出来 你可以到Mass的这个选项 这时候你就会看到 我们所填满的这个形状的外观 那当然如果你觉得 我不需要我可以从这边关掉 那么它的透明度也可以做调整 甚至把它颠倒过来都可以 所以其实这个网站 它所提供的选项是非常的灵活 如果你的这个图档 想要拿到其他的影像处理 或是影片的剪辑软体面使用 最好可以像我们这边一样 设成背景透明 那它的设定方式是在这个地方 按下Background 那你来这里呢 你选到颜色 从这边直接指定它背景透明之后 按下OK 这样就可以了 那当然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到上面呢 可以选择建成啊 或是图片 甚至是来自一些免费图库的 所以您都可以自行参考 那么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把这个专案档做一个储存 下次呢你就可以重新打开来使用 而且可以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存成图片的话 你可以选择这个高画质的 按下去之后我们选择png 这样呢就可以帮我们把背景的这个透明保留下来 按下这里的save 这样就可以了 此外呢在walk out里面呢 其实它不只是可以设成静态的图片 它甚至可以直接帮我们产生这个文字语的动画 如果建议你要产生影片的话 最好它的背景可以帮它选择一个比较适合的 例如像这个我选好了之后 那我们应用上去再来产生影片 这样子呢就会直接产生比较好看的影片 因为如果你没有指定的话 它还是会帮你产生一个背景 接着我们就到这边把它存成影片 那预设的话要留意一下 就是它所预留的这个影片一体只有128MB 可能会不大够 建议你可以把它开大一点 这样呢待会它在运算的时候呢 就有比较多的资源 再来就是这个frame rate 是我们动画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把它调到50、100 那么动画时间比较短 但是呢它出现的速度相对就比较快一点 甚至你可以帮它指定好你的背景音乐 完成之后按下储存 它就会开始帮我们做计算 等算完之后 您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接着我们可以到PASTEX 这个免费的图库网站 它上面可以找到图片 也可以找到影片 那我们找了这一张免费图库 进入到Photopee中 接着再把我们刚才的文字云的透明图 把它叫进来 那我们再把标题打上来 还有我们文章的次标题 把我们今天的方例完成咯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